临床上气血两食患者很常见,发生滤镜几年越来越多,有人会问了,现在我们的饮食这么丰富,老百姓生活水平越来越好,怎么还会有这么多的气血两食之人呢? 其实,问的也没错,人们气血是否充足与生活水平有直接关系,也是极其必要的,但是,其遗憾的条件是五脏六腑功能正常的情况下,所以在五脏六腑功能出现问题时,就有可能出现气血生成,储藏,使用上的失常。 那么,究竟有哪些脏腑注意?这里是脏腑,不是脏气,器官可以影响气血的生成,运行,储藏,使用呢? 主要有脾胃,肝,肾,肾,肾主藏血,肾肺主行血肺还主气,肾是晶血同源,无一不对气血生成,运行,储存,使用有重要作用,由于脾胃原因引起的较多, 今天我主要说,以脾胃功能是肠胃主要原因的,脾胃,脾胃为寄血生化之源,我们一切的营养物质,出生后都来自脾胃,因此脾胃功能的正常与否十分关键,常见的是以下,以脾胃虚弱,寒,主要是脾胃功能的下降,包括胃肠蠕动,肠到精群状态,导致了脾胃消化吸收,不能有效完成,症状是不思饮食, 腊叉腹肠,四肢乏力,倦大腊炎,面色不滑,精神维米,蛇质蛋白,脉弱等,包饶,蛋下食客,茯苓十二克,白竹十二克,炙干草食客,焦三鲜三食客,炙克十五克,苏耿十五克,山楂十克,木香食客,山药十五克,橙皮十二克,大草食客,赤食之三克,胚兰十克, 虚堂的杀人六克,小茴香十克,肉豆扣六克,二脾胃失手,热,以面色尾黄,四肢不温,神卷法力,足腹十种,舌大,排白货米,脉缓而弱,如果化热,也会出现晚腹平满,体倦深重,大便堂些,生热口苦的,包饶,蛋下食客,茯苓十二克,橙皮十克,白竹十克,生一米,二十五克, 焦三鲜三食客,荷叶十克,草豆扣六克,苦杏园十克,带隔饭十克,莲子十克,纸克十五克,赤小豆十五克,春咸草十克,湿热夹枝子十克,六亿蒜十克,黄莲六克,三干气范味,心气不足,心肺气虚的不在此介绍。 我是中医水长,如果你喜欢,请关注我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